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所以应该是非常跟着感觉走的一个女生 感性比较多 对 感性比较多 好 想找个什么样子的男朋友 性格开朗 活泼一点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上进心和责任感 还有的话要孝顺父母 还有经济独立 能够比较有爱心这样的男孩子 仿佛你这些条件都指向了我呢 你又想多了 说说而已 如果像棒哥这样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棒哥这种属于成熟型有味道的男人 味道特别特别的重 真的 它非常重的味道 什么味重的 麻辣的还是孜然的呢 应该是熏辣口味的 是我们过年最爱的那个味道 买得贵呀现在 是买得贵 那么这个工作的收入怎么样 还行吧 反正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 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也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一些衣服 一些东西 你自己平时开笑大吗 还好我比较勤俭持家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哈 我觉得这女孩子应该是要找一个 样貌比较帅气的 我觉得我的第一感觉 觉得她应该是喜欢的 超级帅气的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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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样子一般的或者丑一点的 都能接受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眼的感觉吧 还有就是外貌 其实不能够决定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厉害 有趣的灵魂相当重要 对对对 好 那咱们今天就一起来期待 与你相亲的男嘉宾是谁 欢迎他 男嘉宾 西龙25岁 酒吧歌手 山东人 凭什么要失望 苍脸泪到心脏 往事不会说谎 别跟他为难 我们两人之间 不需要这样 我想 修炼爱情的心酸 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我们那些信仰 要忘记多难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西龙 来自山东维芳 今年25岁 我认识你 坐着风筝就过来了 维芳那边风筝挺有名的 对对对 说老师好的 通常就是还在留恋 在学校当中感情的一种男生 他有一种校园情结 还没有断 我们俗称的就是还没断奶的男生 这位老师好 这位同学 什么什么 应该怎么走 向文你来这个成都多少年了 我是在这边上的大学 已经第六年了 你读了六年大学 那你现在是研究生 没有没有 我是读了四年大学 然后回去又来的 又辍学了 后来又读了六年 你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酒吧歌手 酒吧歌手 那你学的专业是 美声专业 美声 美声 但是你刚才唱的是同俗 工体相当深厚 学的美声 但是现在从事的是酒吧歌手 当酒吧歌手 有多少年了 其实从大一的时候 就在兼职当主唱歌手 然后毕业之后回家 待了一年多 我现在又回来了 然后就想先做歌手 因为要自由一点 歌手的时间 为什么想要回来做歌手 因为好像山东那边 也有酒吧 其实我比较喜欢 成都这个城市 我觉得成都给我的感觉 就真的很温暖 而且我的朋友 跟我一样大的同学 老师都在这边 我们一块相互努力 拼搏更有干劲 更有干劲 对 可是我觉得 做酒吧歌手 他的生活作息 会非常辛苦 对不对 黑白有点颠倒的感觉 对 你是这样的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每天的行程 什么样子的 每天早上上午的话 一般都在睡觉 下午的时候 起床会去健身 然后练声唱两个小时的歌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会去唱歌 晚上去几个场子呢 现在是一个 对 之前有跑过 现在一个场子 可能要唱到12点多吧 非常幸福 非常幸福 那真的就是 真的在那个地方铸唱了 他就不是串场那种歌手了 对对对对 这样子收入高吗 就是 我觉得还可以 一个月的话 七八千块钱嘛 一个就唱歌手 通常会在酒吧 吸引很多女孩子的目光 对对吧 有 有点吧 有点吧 还是会有 有对 你在舞台上 也这么羞涩吗 那你应该不缺女朋友的呀 对呀 你搞搞艺术的嘛 但是 我感觉 就是在酒吧 遇到的女生 感觉不是很对 就是我给我的感觉 羞涩 我比较喜欢温柔点啊 就是有点 怎么 酒吧的女生都是 太闹了 都是这样的吗 她喜欢静静 对 我比较喜欢玩静点温柔点的女生 她不喜欢闹闹 其实大家只是去酒吧 寻找一个放松的地方 可能她在晚上呈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 听说不定就是一个文员呢 就没有想到尝试一个是吗 有偶尔会去 偶尔会去酒吧 千万不要经常去 不然她就会 你们这事就搞不成了 好 喜欢要什么女孩子 感觉的话就温柔点 体贴点 对 就挺好的 喜欢行政文员的吗 还没有尝试过 对 你尝试过哪些 感情很丰富 之前大学有谈过 对 之后就一直没有 虽然西龙在酒吧上班 但她打从心底 却不能接受经常出入酒吧的女生 而看中对方内在的尘诗 会对眼前这个帅小伙动心吗 她们对彼此的印象会是怎样呢 她从事一项非常文静的工作 那就是行政人员 对 看到她的第一印象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好 你们两个其实都是外地人 但是以后都是要在成都生活的 对吧 对 那就不存在异地问题了 女生对我们的男嘉宾印象怎么样呢 很阳光 感觉挺好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孩子虽然很阳光 但是比女孩子想得羞涩许多 你在舞台上也是这样了 唱歌的时候 牛牛妮妮的 没有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我当舞台的时候要疯一点 我觉得因为在唱歌的时候 感觉就很放松 激情流出来 在酒吧里面通常会唱什么歌 我比较喜欢唱一些抒情点 悲伤点的歌 你们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闹腾的酒吧 没有没有 就敬巴 敬安静的那种 对对对 敬巴 敬巴 还有专业词 我也算是写到 我觉得这样的酒吧 我可以去晚上 因为我不常去 我也到那儿就想睡吧 睡眠挤了 对 好 今天的 今天的我们的两位嘉宾 我都觉得还是挺配的 因为哪个戏歌都还是爱敬的 你每次说完配以后 人家都分手了 真的吗 那我配 那我配 不说他配了 好 希望他们今天能够相处的 来来看看 马老师对他们俩的建议 有没有呢 一个腼腆的男生 和一个呢 要有一点泼辣的女生 要是凑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出现 麻辣女友的状态 来到四川就有麻辣 肉香水酥了 咱们今天就把他们两位 送到我们的美味厨房 看看能够喷上出 什么样的味道的菜了 来 欢迎进入到 我们的美味厨房 看不出西龙和陈诗 对对方都挺有好感 但在我们的马老师看来 西龙性格略微腼腆 陈诗却更为外向 不知这样的搭配 会是互补还是差异 好了 我们男嘉宾已经进入到 我们的美味厨房了 来问问他 今天为我们做什么菜呢 胡萝卜炒玉米粒 哦 胡萝卜炒玉米粒 好小气 全素 好请问他戴上耳机 好 咱们今天来 和我们女嘉宾来聊聊男嘉宾 觉得怎么样 你对她的印象 怎么可以说出真实的感觉 很阳光 挺好 感觉还不错 男嘉宾的职业 你会介意吗 因为他是酒吧歌手 他的可能跟我们 正常的一些职业 酒吧歌手不正常 那不是 不是 我是觉得作息时间方面的问题 就是只有对他的作息时间 会有一点介意对吧 嗯 作息时间是 因为他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这样就有一些 可能以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就有一些问题了 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 也是对所有人说的 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成都酒吧里面的歌手 每一个歌手都不要小看 因为他们随时有可能会成为明星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明星 就是从我们的成都酒吧里面走出去的 会不会担心以后他会走上这样的路 身边会出现无数的女粉丝 会担心 会担心吗 对 因为他 有介意吗 除了担心 如果真的以后在一起的话 作为他的女朋友的话 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介意的 嗯 对 好 那父母对自己的另外一半 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经济独立 还有就是要孝顺父母 要有上进心和责任感很重要 哦 其实也就是很大的一个范围了 我觉得父母对女儿的男朋友的话 通常应该就是要求 他还是挺严的挺苛刻的 现在给你一个笼统的一个条件 我相信当你遇到真正的一个男朋友 带回去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挑剔的 就是这个一定要谨慎的 是的 因为你们都是外地的 就是有没有想 就是在成都买房啊 或者是真正的居住安定下 有 我有想过 还是想在成都有一个很安稳的家吧 就考虑买房 对吧 有 有没有对另外一半的买房 有一定的要求呢 如果他现在没有房 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挣钱 然后可以付首付 付一个首付 然后一起还贷款也OK的 嗯 可以接受这样的形式 可以 女生还是挺好的 你现在才23岁 对 有没有考虑过 或者是期待自己在多少岁的时候 可以结婚呢 26吧 为什么会是选择26 因为26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幸运的数字 从小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女生26岁结婚 在我感觉26 结婚是一个很幸运的年龄 很合适的年龄 很合适吧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经济也稳定了 而且一切都OK了 然后都准备好了 那如果说你和某一个男嘉宾 我们牵手了以后 真的可以步入一个让自己有一个家的这样的阶段的时候 那你的房子装修好了 你最先会把什么样的家具摆进去呢 什么样的家具摆进去吗 摆进去什么家具 沙发 会把沙发摆进去 为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客厅 我和他两个人以后会坐在沙发上面 就是很平淡的一种幸福 就看着电视 然后吃着零食 这种就是沙发吧 我的第一个沙发 沙发 我们常说沙发 懒人懒人爱沙发 是不是 沙发感觉代表一种很休闲 很放松的一种家庭氛围 有些人就是回家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往沙发上面一坐 不管你白天有多劳累的工作 我觉得在沙发上面一坐 翻翻手机 看看电视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样的劳累都卸下去 是啊 所以坐在沙发上之后呢 人会不爱动 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 那他想要的呢 是如果以后他成家了 他的潜台词就是 我的家一定要稳如泰山 他对于家的那种依赖感很强很强 他非常想用自己的能力 要营造出来一个环境是只属于自己的 这个就是我和他嘛 或者以后我们再有孩子 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国 他的领地意识是非常的强的 而且呢 在家里面如果两个人生活 他是说了算的 怎么看出来的呀 一个沙发 是啊 每个人选的会不一样 一会儿呢 等他摘了耳机 我会问他 你听听他怎么选 OK 送过他的菜已经做完了 有肉耶 有肉啊 我还以为刚才让我减肥 胡萝卜炒玉米丁 说实话 这个时候我看出这个男嘉宾呢 他做菜我就挺有创意的 一般就是胡萝卜炒玉米丁 它都是玉米粒 不是玉米丁 它确实是都是一道素菜 没想到这个男嘉宾 他荤素搭配什么维生素啊 淀粉啊 包括脂肪类的 他给来个混搭 这个混搭在这个 无心茶流里头 还流成阴了 我觉得看着还不错 手脚挺利索 把耳机取了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女嘉宾了 女嘉宾要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菜 尖椒肉丝 尖椒肉丝 最家常的一个川菜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西龙专线做菜的同时 陈诗提出了 她和西龙作息时间 大相相径庭的问题 并且甚至是担心 她会一直从事这份工作 不知西龙扎下耳机后 会如何回应 来 请为女嘉宾戴上耳机 刚才我们都了解到了 你的工作时间 就是晚上会特别地晚 然后白天会用一半的时间 来休息 用一半的时间 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平时有没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呢 比如说你有没有给未来的女朋友 留下一些约会时间之类的 因为我下午的时候都是健身嘛 然后如果说有女朋友之后 我就会 带着她一起健身 没有 如果她喜欢的话 我可以跟她一起 如果她不喜欢的话 可以一周减少几次健身的时间 然后陪她逛街 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女朋友 非常有可能是 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 当她去上班了 你再睡觉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沉浸在音乐世界里面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地舒服 你就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你听了歌 对 你唱了歌 那种感觉特别地 就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爱唱歌的男孩子都快不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应该是出自宋嘉欣的名言几句了 真的爱唱歌的男孩子都鬼差的到哪儿去 而且和这个男嘉宾聊天 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温柔 非常信心的人 包括刚才有一段时间没有录影的时候 他也会问我 你一直穿高跟鞋啊 那不是很累吗 他还会关心我两句真的 真的累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地暖心 就是很温温的那种感觉吧 这样的男生 说我直言 非常受欢迎 真的 很多女孩子一定会喜欢你这样的 现在怎么就没有女朋友 那老师教的 没有 就可能我平常的话也没有时间说出去交际之类的 因为我宁愿把时间拿出来自己去健身 自己在练声 自己一个人在家录歌 然后发到APP上面去 也不喜欢出去逛街啊 去结交别的朋友 所以我周围的朋友都是男生 而且他们都成双成对的 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担着 他们就说要不去相亲 所以我就来到这边 也就是你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就是那么固定并且比较小 才导致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 而且呢 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 那你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 你会把什么家具最先摆进去哪 沙发 会摆在哪 会摆在这个房间的哪一个位置 正中间吗 朝着哪呢 朝着门还是朝窗 还是朝着电视墙 朝着电视那个墙 是朝着电视墙 是吧 好 你看我问他 这个沙发 他摆的那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朝着电视墙 他要看的是那个电视 电视啊 代表的是与外界的沟通 其实他现在被困在那个小圈子里面 知道吗 他是一种他内在潜意识的投射 他是想与外界有更多的沟通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呢 我相信了 你是自己愿意来去上我们节目的 你希望呢 从我们节目这儿有一个渠道 让你能够认识到和你之前认识的朋友 不一样的圈子里的人 对吧 对老师 再有一个呢 你对于家的那种依赖感呢 也确实是很强的 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 你的家庭环境是怎样的 但是呢 你小的时候 你自己说是不是个很练家的人 对 我很练家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尖椒在里面 方哥 咱们来评论一下 女嘉宾怎么样呢 首先来说 这个女嘉宾炒的不是青椒肉丝 是青椒肉丁 而且她炒这个青椒肉丁 都且不说了 她又放了豆瓣 我都不晓得眼前嘴巴 飞锅嘴巴 反正这个菜做的 我感觉有点复杂 她是宜宾人 首先你要想她是宜宾人 而且油下的很重 宜宾人觉得重口味道 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说不定很好吃呢 我如果给她逼出来一点 还放 你还放盐 放了豆瓣呢 妹妹 那个豆瓣 咸得不得了 你是来玩厚的呀 你放啥呀 白糖 她刚才放了很多豆瓣 还放盐 关键这个妹妹炒菜 油下的很重 后来我给她逼出来点 忽然的话 死了我说菜带门气 妹妹倒点酒进去 我算了 我再给她撒点料酒 我再算了 喝了喝了 起锅起锅 来为我们女嘉宾 摘下耳机 大学毕业后 西龙回到老家 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但不甘于平淡的她 最终还是回来了成都 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 并且打算坚持下去 只是在有了另一半以后 会稍微调整工作时间 多为对方考虑 不知诚实会满意 这样的回答吗 这两个菜呀 先不说吃上去味道如何 这道菜太油了 这不是炒的菜 这是几乎是拿油泡的菜 广说人家女孩子 做的菜不好 你看这男孩子做的 也不咋地 这个呢 哦 确实 这是你切的青椒丝 确定啊 这是青椒丝啊 这是青椒段 然后呢 炒的是肉丁 这个里面 刚才棒棒哥都说 还放了豆瓣 不知道为什么放豆瓣 这个菜我是不能吃的 因为我知道豆瓣很咸 它又放了一勺盐进去 然后棒棒哥又放了很多糖 我真的担心 它可能会有毒 一会儿你们两个吃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多喝点水才行 你为什么不想在成都买房呢 因为我是觉得 大学毕业回家之后 在家里面待了有一年多之后 我想的是趁年轻 都去外面走动一下 然后做拼搏 不想说留在哪个地方扎根这样的 因为毕竟 虽然我有一个姐姐 我也是家里的独子 我还说不能说父母要老了 我还自己在外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租房也挺好的 咱们如果说能牵手成功的话 就租房长期租的话 找一个好点的房东 也挺好的 手头的钱的话 也可以做一些现在想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要自由一些这样 你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 对吧 对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 好吧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的感觉是 还是想买一套房 因为在成都的话 毕竟我们是身在他乡 然后可能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来就交流一下沟通 如果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要租房 你想长期的租房下去 能够遇到一个很好的房东的话 那就OK 但是如果比如说房东临时怎么样 他要把房子收回去 那么我们那不是又要就是搬来搬去 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我很不想租房在成都生活这样子 对 其实房子的话 在我老家的山东也有房子 只不过说年轻的话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就先租房等年纪大一点 或者说下去世界二十年 可以就回山东 对 就这样 因为那边房子的话都是有的 只不过说在这买房子 就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以后还是要回老家发展吗 对对对 因为我想回家的话 就是等老了之后嘛 就五六十岁 那肯定要回家 对吧 毕竟你想你年轻的时候在这边陪你 假如说咱们签署成功的话陪你 或者跟你爸妈 等老了之后 或者下去世界二十年 你跟我回去 去陪我爸妈也很公平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爸妈也老了 我也需要回去要孝顺他们 其实我很赞成你的说法 你想陪你的父母 然后比如说怎么怎么样 我能够理解一个作为子女的一个心情 但是我还是觉得房子是一个安全感吧 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 可能有一些女孩子会觉得前妻的房子并不太重要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房子还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想我的另一半的话 还是应该先有房就是这个为基础吧 真的 你刚刚说你要回老家 那是想在什么样的年龄 就是多少岁的时候回老家呢 我觉得年轻的话就还在这边 因为毕竟我爸妈年纪大了 等虽然我有一个姐姐 但是我家里我是独子 我要回去孝顺他们 然后年轻在这边租房 租了房之后也可以伺候你爸爸妈妈 对 咱们伺候之后 再往后十几二十年之后 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去山东 然后到时候孝顺我爸妈 这样也很公平 对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 你想回老家 就是以后回老家 照顾父母 照顾爸爸妈妈发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话 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四川 然后我一直想在四川 就是留在成都 留在离父母近一点的城市 好方便回去看他们 或者是我们以后要生活在一起 你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你另一半的一些想法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的是 年轻在这边就先租房嘛 然后等老的时候回去 我想开一个幼儿园 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子 我想就等五六十岁半退休的时候 那会儿然后又可以父母当那时候 我就已经老了 很老了 对 然后我就可以一边孝顺父母 然后一边爱护那小孩子 对我是这样考虑的到时候 但是前面这几十年都在这边陪你的父母 等老了之后你跟我回去去山东 这样你去孝顺我爸妈 这也很公平 对的 我也不反对 然后也不赞 就是也不反对 也不赞同你的这种看法吧 你想陪你的父母 就是说前几十年陪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后几十年可以陪同你的父母 我能够理解作为儿女的这种心情 但是我还是想在四川这边 成都这边发展 就是一直生活下去 可是我们现在还年轻 我们才二十几岁 这几十年之后的话 到时候咱们再说 对吧 到时候在这边收准 到时候之后 等下去几十年 我们到时候的想法就会改变 那如果我和你一起打拼 我愿意和你一起打拼 挣钱 那我们挣到钱之后 你还是 你愿不愿意就是跟我一起买房子呢 交首付一起还 就是交首付 然后可以慢慢地还贷款 这样会轻一点 减几点 如果说咱们就是说有能力的话 就是能交这个房 就是首付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就当作是一种投资嘛 以后再慢慢看一下 怎么发展 对 原来西龙不愿在成都买房 是因为他在老家有房 并且打算退休之后 还是回到老家定居 可在四川土生土长的城市 虽然很理解西龙的想法 但却坚持不会离开家乡 见此状况 西龙用未来变数很大来打破尴尬 不知两人心里会对他们之前的好感 有所影响吗 我的一个打算的话 就是还是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经常会跟别人打交道 想一直从事这样的行业吧 这是对工作的一个计划 对婚姻的话 还是想找一个有房子的另一半 就是说他可以自己不用有房子 但是我可以跟他一起 我们赚钱付一个首付 然后慢慢地还贷款 每个月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OK的 是很愿意的 还有以后结了婚之后 我还是想在成都一直定居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父母在移兵 然后可能以后会把他们 接到成都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有了小孩之后 他也可以在成都上学啊 读书 可以接受到更好的一个城市教育吧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可能女孩子的话 会觉得比较追求安稳一点 的一个想法 你说把父母接到成都来 是想咱们结婚之后 可以要一起住吗 我的意思是不一定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不喜欢跟双方的父母住在一起 包括我也一样 但如果你觉得很介意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可以商量 这个以后再说也OK 因为我还是觉得要住房的话 就咱们两个住房的话 还好一些 如果就你父母过来的话 可能住房啊 或者说包括生活上 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 就我觉得就可能这一段时间 就是年轻的这一段时间 对 我是感觉 是很方便 即使陈诗想要以后和父母一起生活 但在遭到西龙的反对后 他做出了改变 并表示理解对方 也会尊重对方的想法 这举动貌似透露出了 他对西龙的看重 那你之前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两段 都是什么时候 大学 大学有一段 然后大学毕业出来有一段 对 就是这样 那是为什么要分手了 第一段的话是因为 他很大男子主义 我不喜欢 然后分手了 然后第二段的话 觉得两个人后来就在一起 就以前是很好的朋友 但在一起之后发现 还是不如做朋友 比较好 就感没有感觉吧 就两个人就很自然地就分开了 那你是谈过几段的恋爱呢 我谈过一段 是大学的同学 我们两个就好了四年嘛 就分手了 对对对 那我可以冒昧地问一下 分手的原因吗 就异地恋嘛 当时我在山东 他在成都 然后因为异地恋啊 平常的矛盾啊 摩擦之类的 然后就分手了 你当时是有回过山东吗 对对对 回去 回了山东 回去山东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家里 就是安排工作 然后我姐啊 我爸都喊我回去 想离家近一点 对吗 比较方便 然后我就回去了 对然后 在家待了这一年多嘛 就想 还是回成都比较好 就又回来 你的前女友是在成都发展吗 对 以前她在成都 你在山东 然后你们异地恋 对 这样子 那你现在对你的前女友 就是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 就是 有还有没有存在联系呢 就现在的话 连续的话 还有 我没有聊过天 但是就没有别的 就是单纯的 对 聊过天 朋友嘛 算是 那你还是会找她 你是主动还是会找她联系吗 没有 这个没有 她会联系你 她有谈新男朋友之后跟我讲过 对 然后就聊过天 之后都没有聊过 对 所以你们才是 一种普通朋友的关系吗 现在 比朋友稍好一点 但是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一些参杂的感情 对 我觉得 前女友的话 你们还是谈了有那么几年 感情比较深了 比较深了 我还是 其实比较介意现在的 现任男友 就是 最好不要跟前任 前女友 就是有态度 这个你放心 原本就 我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就 我们都 自己过自己的 如果说我对她 有别的想法 或者说我们 会符合这样的话 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对 相信 西龙因为与前任毕业后 各处异地而分手 这让城市 不得不联想到的是 西龙那么不顾一切地回成都 是否是为了前女友 西龙立马否认了这一说法 探言她和前女友 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沉默的陈诗 会在意这一点吗 女孩子毕竟是四川人 更也想到呢 是要依偎在父母身边 不愿意远嫁他乡 而男孩子呢 也是觉得 我闯荡江湖 闯荡一圈 回来了之后 我也是想回到起点 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分歧 就是我觉得她们俩 虽然现在同在一个地方 但是怎么有一种异地的感觉呢 究竟她们是否能够牵手成功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爱的大抉择 好 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马老师 好 嘉欣请稍等 来 戴上耳机 好了 嘉欣 我们这边可以了 好的 对我们这个热情四伙的宜兵女孩子 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她还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真实 然后也比较贤惠温柔 然后我想的是 如果说我们能牵手成功的话 以后就我在外面打拼 然后她有一份 比较自由稳定的工作 然后我还是比较期待 你今天是留下来还是离开呢 留下 留下来 这个我是比较意外的 好 期待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在等着你 那我们就请为她戴上耳机 好 你蹲着点 好的 马老师 我们这边已经有结果了 好的 请稍等 来 这边来 刚刚和男孩子聊了 觉得她怎么样 好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她一直坚持不买房 还有就是她说她回老家 所以这一点我感觉有一点很难接受吧 非常的遗憾 我非常欣喜看到男嘉宾愿意留下来 但是最后结局却并没有牵手成功 女嘉宾她比较关注什么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她不愿意愿嫁她行 她觉得如果跟了她以后呢 可能有一天要回山东 她不想离开四川 她没有看到她的房子安定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安全感了 对的 其实对于女人来说的话 安全感太重要了 她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 她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就不属于自己 对 不稳心 对 是的 所以说很遗憾 但是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参加我们的节目 此时此刻你还想唱一首《梨歌》吗 不不不 可惜不是你 好 谢谢你 好的 两个人的距离呢 可以跨越山东和四川之间的 那么一个广阔的遥远的一个距离 对 但是两颗心却支持天涯 这个是很难走到一起 是的 看来心会跟爱一起走 不是为他们而唱的 好了 谢谢马老师今天视频点评 谢谢我们的大大 万哥也谢谢同频 小群工作室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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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